桃園一名六十三歲的無姓男子 十四號獨自前往苗栗 攀登神仙縱走 卻失聯 苗栗縣消防局接獲報案之後 昨天是入山來搜救 今天下午是巡獲了無姓男子 不過呢 他已經沒有了生命真相 好 那小心 好 你還要再放喔 對 我放到那邊 我放到那邊去看一下好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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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搜救人員抓起繩索 沿著陡峭的山壁下到山谷 還要跨過不少障礙 就是為了要尋找失聯的無姓男子 而十七號下午 救難員員在步道 棱縣下方大約一百五十公尺處 發現失聯男子 但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那個失聯者已經歐卡了 是沒有什麼外傷 苗栗縣消防局表示 由於山上的天候不佳 風勢強勁 將以人力的方式 將大體搬運到棱縣 預計十八號上午才能搬運下山 這個月十四號 桃園的無姓男子到苗栗登山 原本預計從象山登山口入山 再前往神桌山 仙山 完成神仙縱走這條路線 但卻失去消息 家屬在臉書請山友協巡 也通報消防局找人 專業向導表示 仙山雖然飆高不到一千公尺 但這條神仙縱走的路線 近來山岸救援事件頻傳 最近的一件還發生在九月底 由於這條路線要攻底 必須沿著棱縣攀岩而上 難度相當高 但是你不要小看這兩百公尺的一個落差 其實它很多地方都是很陡峭的攀岩地形 從這邊上去是一個最便捷的路線 那你說它是陡峭的岩壁走起來 相當有一個困難點 可是你從其他路線上來的話 困難度比這邊是更高的 張克榮表示 當地屬於破碎的岩石地形 最近雨後路線更不穩定 除了建議山友必須要有基本的攀岩技巧 也建議不要獨攀 才能確保安全性 記者林建生王龍濤 苗栗台中報導